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番最新谈话 可以得知华府对塔利班临时政府人选 抱持保留态度 德国外长也对此表示担忧 欧盟发表类似警告认为塔利班没有对线承诺 将不同团体纳入新政府也不具代表性 即便先前大战塔利班的俄罗斯目前也未表态 可见多国对塔利班临时政府仍未具备信心 我唯独北京做出积极回应 中方重视阿斯汗塔利班方面 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和一些重要人士安排 这结束了阿富汗长达三周多的无政府状态 是恢复国内秩序和战后重建的必要一步 中国外长王毅还在出席首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上 宣布紧急援助阿富汗价值两亿人民币 相当于8.5亿新台币的粮食及疫苗等物品 并呼吁各国在阿富汗进行六方合作 专家分析 尽管中国目前未承认塔利班临时政府 但对于塔利班接触抱持开放态度 就是为了确保当地铜矿等资源开采利益 不受影响 塔利班掌权之后不仅寻求国际承认 也希望美国能解冻阿富汗央行在海外的近100亿美元的外汇存递 借此获得实质支援大举建设阿富汗 不过白宫稍早表示包含阿富汗女权情形 人道主义援助者能否进入当地等等都还受到美国密切关注当中 也因此美国恐怕不会轻易解除资产冻结 看来塔利班想要赢得国际承认或是获得实质协助 都取决于塔利班自己能否用行动证明确实已经改头换面 欢迎新闻林博红综合报道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进合 台湾in or out 每周四晚间8点58分 环宇看东亚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动